我跟谁见面 接受谁的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啊 我吃醋 方总 人呢 门口有人找 刚刚出去了 好像是那个送他花的人 不是吧 老板这是又怎么了 你今天差点害死我了你知道吗 你干嘛要送到公司 你的手哪里受伤了 严重吗 我 我哪里受伤了 你怎么知道 教练 是我让教练打的电话 你又说话 是啊 我不想去练车 所以就骗了教练 你笑什么呀 你手没受伤 我开心不行啊 就算是我受伤了 你为什么要送我花啊 还送到我们公司 这朋友之间 问问一下不是很正常的吗 不过我倒是奇怪了 这方之友不是特别讨厌 那些说谎的人吗 他怎么能容忍 身边有你这么个小说谎精啊 你怎么办 那件事 你问他了吗 那你现在敢相信 我没有骗你了吧 我相信你没有骗我 但我也相信 方之友没有骗你 我虽然没有证据 但是 从小你和他一起长大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 你真的相信 他会欺骗出卖你吗 我也不愿意相信 可这偏偏就是事实 有时候你看到的 不一定就是事实 你们应该好好坐下来 聊一聊 说不定 看来上次我跟你说的话 都白说了 说到底 你还是相信方之友 不是 我 我真的能多你的感受 算了 我从来不相信 真的有什么感动身受的 这十三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只有我自己清楚 我真的不想把你也拖累进来 方之友签下的债 必须他自己还 可我只是真的不想把你也拖累进来 所以 我们不要谈论那些无关紧要的人了吧 如果你觉得宋花太高调的话 那 我们下次约在 外面见面 怎么样 你没事吧 现在几点 三点多 三点零三分 上班时间 为什么在这儿 对不起 没看见我们在聊天吗 不好意思 我正在跟我的助理说话 方总 对不起啊 我 许一人 你不用害怕 大不了就辞职不干了 我跟你说过 大晟永远欢迎你 别说了 你想挖我的人 也该问问我同不同意 方 方总 方总你慢点 你弄疼我了 方之友 你为什么 我可以解释 你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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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我不应该骗你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他会把花儿送到公司来 我保证下次不会了 还有下次啊 没有 没有下一次了 我现在就去跟他说清楚 我跟你说过 不许你再见李哲 你到底有没有听进去 现在还在公司楼底下约会 约会 我没有约会 只是他来了 我也不能不见他呀 为什么不能 难道你喜欢他 送你的花 还有你到底哪里受伤了 他是怎么知道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 这么多问题 我先回答哪个 全部 我为什么要跟你解释啊 就算 你是我老板 可你也不能干涉 我的人生自由啊 我跟谁见面 接受谁的话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啊 我吃醋 我会有声音来呈现 爱你是我最坚定不移的发言 心一开始没有 你说什么呢 你是否发觉 我的世界有你更耀眼 如果喜欢已经成为了 种习惯 陪伴是我最深情不变的誓言 生命多了输光 温暖了流年 温暖了流年 爱的期限一定会永远 永远 不是我 一定是我最近太焦虑了 对 不是我说的 好好工作 对 好好工作 随便 小歌